在今天新聞開始要帶你來關心 我們獨家報導 為了精華沉案遭到羈押經驗的柯文哲 在臺北市長任內留下來的未爆彈 還有這一樁是北市音樂圖書中心 而原定在二零二二年早就高開工了 但是到現在二零二四年都九月份了 遲遲沒有廠商願意接手相關工程 那麼臺北市的市議員就指控 當初事實上看到柯文哲留下爛攤子 那預算部分從二十八億一路暴增 只要到八十一億 還引發他曾經是拍桌怒罵 最後雖然工程核定 看到預算是核定回七三億了 但設計過於複雜 成本又有限制 也導致招標 罰人問津 這片工地要蓋的 就是從二零六年就開始討論的 臺北市音樂圖書中心 原本預計二零二二年就要開工 卻一直到了現在都還沒有廠商願意接手工程 就連柯文哲卸任臺北市長之前 都自己發出警告 櫻圖是一個難解決的大炸彈 台北市櫻圖中心一開始選擇統標 卻因為預算不足總共留標四次 最後把設計跟工程分開招標 一下就吸引六家廠商投設計標 但這時以二點三億得標的大園建設 印發億元疑心 還在進行仲裁 可是柯文哲在卸了錢 急著趕快簽結 用二點三億賠給這個大園 這廠商後來也得標了這個設計標 這樣子的一個連結性 也讓外界非常的質疑 而且柯文哲只把櫻圖的設計標了出去 工程部分雙手一攤 留給下任市長蔣萬安來處理 設計很複雜 然後當然這幾年營造的成本 也一直在上漲 然後就找不到工人 所以的確就會增加很高的難度 想省錢想省時間 那你外行決策的結果 就反而導致時間也拖過去 錢也花下去 然後沒有成果 印度中心原始預算只有二十八億元 後來不斷追加 一度暴增到八十一億 當時引發客問這不滿憤怒拍桌 最後文化局跟教育局只敢提出 七十一億的總預算 導致不斷流標 柯文哲卸任之後 二零二三年 市議會通過工程預算七十四億 但是設計過於複雜又被限制成本 今年九月十號的招標日 沒有半家廠商願意投標 印度中心的進展再度停下腳步 然後因為當時恐怖也是因為 剛好去標辦的時候 也沒有人彈掉 結果後來我們又講說 我們會想用傳統標這個方式 其實就連柯文哲心裡都很清楚 自己留了一顆超級衛爆彈 蔣萬安又得帶著拆彈部隊幫忙閃後 記者料凱晴連雨拉 台北財寶寶島